指揮中心收到很多的誤解 那我現在是盡量把事實還原 沒有辦法 前課的到底是誰想請 不辦什麼事 這個太幼稚了 我不想回答 缺德人說是因為陳志中 擋到一些宗教團體跟商團體的 靠我的疫苗賺錢 那不講還好 你現在扯到慈濟跟台積電甚至鴻海 比租隊友還租 光說他們不可能透過前課賣疫苗 所以部長不能做的宗教團體 有沒有活光或慈濟 沒有啦 這個 我沒有說他們要賣疫苗 這個可能有所誤會 我講的是說 他們有要捐疫苗 給這個政府 但是他總要有一個地方去買 那一定有人說可以想辦法幫他們買到 所以就會來指揮中心這邊問 那我們就說 我們就說到底 跟你講說 可以把疫苗提供給你的這些人 手上有沒有這個證明 就是說那疫苗的原廠 願意賣給他的證明 那他拿不出來 所以不要把事情搞分掉 其實這 我在講的其實已經夠清楚了 他們很有善心願意捐疫苗 但是他們要去 有人提供給他們 也就是說有人要賣疫苗給他們 那這些想要賣疫苗給他們的人 拿不出證明來 如果當時的話 比方說是佛光山 他答應說好他要買疫苗 這個前科就會跟他講說 那你先繳30%他要去下定 是這樣的情形 請問一下 你怎麼看佛林源的所謂的 他跟其陳子中的交往 也是來自於當前科 但是因為他昨天有提到 他說他有提到說 電子通過工商團體 過了工商協會 你是講 陳蘑菇公司陸公說 他們是冤前原廠服買疫苗 那你怎麼看他這些事 你怎麼看他這些事情 這個缺訊員說 是因為陳子中擋到一些什麼 宗教團體跟工商團體的 想要靠BNT 靠疫苗賺錢 那不講還好 你現在扯到慈濟跟台積電 甚至鴻海 所以誰給他的評語 他說比租隊友還租 有些事情做錯的就點點就好 你現在越扯越大 人家慈濟買疫苗給你 你現在說他們有什麼目的 哇你一舉得罪 一舉得罪多少人 這實在是 好啦不要再批評了 其實二十幾年前 他在當那個衛生署醫事科的科長 我就跟他很熟 所以常常是這樣 有時候人家批評就是說 當官以後你知道 太多的這種保股 如果都回到最初的本薪你知道 你知道 你要知道 當年那個全國器官捐贈防疫 登陸系統 他當科長的時候 他包給我做的你知道 所以這個也不是什麼壞人 但是我覺得常常是 政理就是這樣 所以我看老科 奇怪 二十幾年來也不是長這個樣子 怎麼現在變這個樣子 薛瑞瑞也是 我也是認識二十幾年 他以前也不是這個樣子 怎麼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真的是 有時候政治使人瘋狂就是這樣 有時候我看到 我們一陣子 發生了 馬上 рост 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